这次土石流的受灾户 那有将近一百九十几个人挤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包括上人他们就是这样食一地而睡 所以我们今天实际走访之后 第一个临时收容中心跟这个收容中心 我们会立即把大米送到这边来 所以他们能够有米饭可以吃 他们现在几乎是靠人家捐赠食物 然后每天才可以糊口 那可以看到在现场都是一些妇女跟幼儿 真的是让人看得很心酸 所以我们现在持续地在往这个临时收容中心的内部去走